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两个五四运动 我们一般来说的都是一共五四运动 一般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逻辑是这样的 新文化运动是引进学理 后来引进了新思想 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然后在随后到了五四政府运动中 他就开始发挥作用 学生先登上五台 然后工人随之 于此中国就开辟了新天地 逻辑是这样一个逻辑 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 实际上这两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其实不是一回事 他们之间还有很多冲突 两个运动 这两个事之间实际上是很矛盾的 虽然我们说后一个 这个我们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 它是因为什么呢 它是因为这个中国在伊斯兰之后 这个巴黎和会上遭遇了外交失败 那么于是学生就就很愤怒 很愤怒啊 就中国要亡了 于是上街了 那么当然这个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呢 伊斯兰呢 是中国也是也是战胜国 也是参战国之一 战胜国之一 战胜国之一呢 他自己的这个要求 他自己的权益 就基本权益 就是说要收回青岛 就一战中被日本拿去的这个青岛和这个山东权益 是完全正当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没收回来 没收回来之后呢 这个大家就很愤怒 说你看我们战胜国 怎么这么个待遇 上街 那当时上街 如果说我们说换一个场景之后 如果前面没有新华运动 学生会不会上街 他一样会上街 因为当时学生打了这个旗号呢 就是学习什么呢 学习这个北宋时期的这个蔡学生 学习沉重 北宋蔡学生的理秀 也就是说凡是国家遇到危难这个时机 或者觉得感觉真的要亡国了 或者真的就这种 不管是不是真的假的 至少他们感觉到这样一种形式的压迫呢 他们就会上街 就会起来 无论是古代的太学生也好 还是后来的大学生也好 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的 就是 这个运动的直接刺激 它跟新华运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关系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运动呢 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背景 那么我们首先讲说当时学生上街以后 天明游行 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中国要亡了 救国 那么中国是不是就一战以后 就巴尔学会之后 他的这个外交促进 他的国际地位 是不是比以前更糟了呢 其实不是 其实中国经过一战之后呢 虽然我们参战并没有出兵 但中国的地位毕竟他你是战胜国嘛 地位还是比以前提高了 提高了 那么 就是说 你参战之后 对吧 你参战之后 我们胜利之后呢 至少德国奥雄帝国这一大部分的赔款 更赔款我们是不用支付了 对吧 那我们的国家这个就是财政收入呢 会宽裕不少 而且这个德国奥雄帝国的租借 我们收回了 德国奥雄帝国在华的一切权益 包括他们的军舰 我们都给缴获了 都收了 那么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而中国对通过这次呢 国际地位是比以前有所提高 在巴黎合会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就说 虽然说啊 巴黎合会否决了中国的要求 但是实际上是情不得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一战的时候啊 日本人也参战了 日本是也是战胜国 日本低就是一低战的时候呢 他是站边站队的 他不像二战的时候 站边站错了 他站队了 他在他选择站在英国法国一边 参战 那么他参战呢 他当时也没有到欧洲 跟中国一样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 因为一战的战场主要是欧洲嘛 也没有去打仗 他什么呢 他他就是出兵了 这个拿下了当时德国占据的青岛和控制的交际线 就是中国是山东权益 啊 这是青岛和中国山东权益是日本在一战时主要的收获 那么他在巴黎合会要求 他对欧洲没有要求 他只要这个 他说你保证我这个权益就完了 那么日本战后什么呢 日本战后是五强之一 世界五强之一 五大强国 英国 法国 美国 意大利和日本 其中意大利呢 实际是一个假强国 我们都他在一战中的表现很差 意大利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当年古罗马的时候 他玩得那么厉害 到他们的后代就会有点不太生气 啊 让他非常怂 啊 很怂 所以他是个假强国 实际国力也不强 是个假强国 没人太把他当回事 但是日本是一个真强国 他由于他没怎么 他没怎么去参战 他没怎么打仗 他实际上就在卖军火了 卖军火 卖各种军需体 所以一战的时候是日本的大大的黄金时期 日本的整个整体工业水平 从通过的伊斯拉战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他变成一个真的强国了 是真的强国 那么你想看在当时的世界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他是一个肉强食的世界 还是个统领事 那么无无实力无外交 啊 中国是参参会的三等国家 是最末一等国家 我们也有参会资格 但是我们是末等国家 我们第三等国家 参会的时候 我们觉得当时听说是听说了 是参成三等 第一等有五个代表 第三第二等有三个代表 第三等只有只能派两个代表 我们中国人想都没想 就夸派去五个 因为我们是大国呀 肯定是第一等啊 到巴黎一打拼 才知道我们是三等 那么你一个三等国家 跟人家一等强国 在会上去比较 尽管我们在会上表现很好 我们的首席代表 顾敏军先生 那外语说的非常棒 言之有理 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 大家的鼓掌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外交就是看实力 没有实力 没人尿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都要外交失败是必然的 就是你怎么都失败 你换谁都失败 你没办法 你中国国力不强 你就是失败 就失败 弱就要挨打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在那个时代 可能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可能有人会主持公道 科威特被侵略了 还美国组织联军 打回来 那这以前没的事了 以前没听说过的事 没听说哪个强国会 会哪个弱国去打仗的 没这回事 你爱欺负正常的 那么尽管如此 日本有迫于压力 毕竟中国地位提高了吗 曾在会上承诺 说现在归我们 在过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还给你 承认主权是你们的 这一点已经是可以了 就当时情势而已 你不能说 就是在国际谈判 或者在这种外交场合 你不能说 你不管到不管清空倒白 反正你都会争回来 没有这个道理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实际上换谁也做不到 那么这种要说 所以说学生当时这种义愤呢 实际上某种时候 是被一些政客给挑起来的 这就起了不好作用呢 就说我们说是 这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个老政治家了 他完全清楚 这个外交上的冲着尊主 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去自费参会 参会呢 在会上呢 实际上呢 当时因为美国是曾经答应中国 美国那时候是一出山呢 就是那时候一战的时候 他出道的时候 就是以这种 以前他是孤立主义嘛 他不他不出道 他不出来 他一旦一旦出来之后 他就打他这种道义派 就是我要我要资源 我要生源入小国家 我要求 我呼吁 国家无论大小 都威力平等 这口号是美国人喊出来的 所以美国充满了道义感 当时威尔西农统是个教授出身 充满道义感 但是在这个情勢下呢 你说日本如果说不答应日本 这个战后的国际 秩序就建立不起来 那就有一个强国派出了怎么办呢 所以他说他只能妥协 但妥协又不好意思 随时就找了个借口 说你看你中国 说1918年 从二战一战结束之前 已经跟日本呢 达成一个备忘录 为什么中国要跟他 跟他跟日本谈呢 你日本占了你的青岛 占了你交集线 你如果不跟他谈 他就给你胡来 虽然他是非法的 但是他就给你占了 所以你必须跟他谈 这在中国是常见的 一个弱国呀 他就是有这么多不得已 你必须跟他谈 谈的是以后的约束他 给定些规则 就加以 多少加以约束 这如果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就拿这个说事 你看你们已跟他了 你们都承认了 你看还给我们说啥 对吧 那备忘录不等于 我们并不等于承认 你的合法性 但是呢 人就拿着说事 那这是一个说 这是一个说词 就是英国和英国和美国的一个说词 就是他他躺不过去了 给中国人一个给你一个借口 啊 赌一嘴 梁启超应该知道这怎么回事 但是他马上把这个事就捅到 连夜打电报 就给了他的亲家 一条迷 就李慧英的爹 他们都是铁哥们 铁哥们 那么 这个在这个背包路上签字的 就是当时的外交部次长 张忠祥 于是就把这矛头指向了什么 所谓这个政府内的亲日派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在打 就是在攻 攻段旧瑞 当时大街道 段旧瑞 那为什么梁启超会这么干呢 直接梁启超 他是因为 此前他一直都跟 梁启超是盟友 包括参战这个事 也是他股东的梁启超干的 后来呢 国会改主 搞第二届国会 梁启超是细心满满 他自己有研究系嘛 就是相当于一个政党 帮着这个段旧瑞呢 就改主提供了改主方案 然后第二届国会大选的时候 结果研究系是被这个 这个这个段旧瑞的这个大将 他也是他的谋主 徐处征 让他玩下去了 耍阴谋 让他玩下去了 告诉各省都军 你给我把这个票都给我撤了 给我改了 研究系大败 当然研究系非常生气 觉得你 你你就是玩我 所以梁启超的这个作为 他也有他的道理 但这个道理呢 是一派一系的道理 他不是国家道理 那么这种事一挑 一挑到这个报线 一捅出来 谁去给你问这个是非呀 所以马上就啊 毛头指向 当时在就是在到政府那个三个七日派 他们的确他们自己认为七日派 第一是曹如银 第二是张鲁翔 第三个是如中鱼 这三个都是早期留日的 就是所谓那个 在那个新政之前就留留日本 那时候留日学生不多 一共就五十多个 所以这边对这个中国学习留学生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那几个人 就他们 他们跟后来的留日学生啊 完全是态度不一样 后来留学生是90%的反日 但是他们早期留学生啊 都都都新日 因为这不太好啊 好吗 所以后来回国也受重用 但是呢 后来曹如银一直到晚年了 到晚年九十多岁以后 他还说我就是秦日 但是我绝不 绝不是罕奸 我绝没有干过出卖国家的事情 的确你也找不到 他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呢 而且段曲瑞那个政府的 那个时候呢 的确跟日本关系很好 因为参战的结果 日本给他大笔贷款 关系很好 那么这个关系好 因为这些贷款就坐实了 这个政府亲日的啊 这个罪者坐实了 于是这个运动就闹得非常的热火 非常热火 非常热火 这个行动标志的 就是抵制日货 满世界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这个为了抵制日货呢 他们当然首先是把自己用的日货全砸了 这点学生还是不错的 就从自己开始做起 他们自己买的草帽 用的那个那种糖色盆子啊 牙粉啊 那是没有牙膏 牙粉 全部砸掉 砸光 不用了 不用了 啊 然后就上街 上街的操查日货 不许商家卖日货 限期销毁 不销毁 如果你还要卖 就把你店铺老板抓起来 啊 戴上高帽 留些 还打 啊 这个好多学生 学生被捕 就学习 五十亿东西的学生被捕 第一个 是因为他们把那个曹主林家给烧了 给家砸光了 卖过贼嘛 打光了 把人家烧了 把这种弱枪给打了 打了半死 这个是当然是刑事犯罪了 这是被抓 被抓了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 第二个原因就是超大日货 那个你不让人家商家卖日货 如果你卖了 你去打人家 你如果是再绑起来 在高帽都接 这也是违法行为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 说你不能卖日货的 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法律 你不让人家卖 那是非法行为 你不你要你用无力阻止人 卖那你是刑事犯罪了 学生被捕都是两个原因 没有一个学生因为仅仅是游行被捕的 那么我们看五四运动 五四新化运动 新化运动 新化运动 然后陈东秀呢 就把他原来在那个 在上海办的一个杂志 叫做这个中国青年 把他办 把他摆成新青年 带到了北大 然后就变成一个北大的 这些新教授的这种 头人杂志 就是包括这个 就包括胡适啊 这个钱远童啊 刘半农啊 他们都是这个 这个杂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他们的目标 主要是第一个 要摧毁旧传统 旧伦理 旧思想 对于陈东秀来说呢 就说 为什么西海革命 革命完之后还这样 他认为缺乏一个思想和伦理的革命 就是更深层的革命 啊 就是意识形态 这个这个领域的革命 还缺乏这个 所以他也要搞 要搞这个革命 要搞这个革命呢 一方面要冲击这个旧伦理 旧思想 同时呢 又要引进新学理 新思想 他们就引进了一大批新人 胡适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开始是从文体革命开始 就是我要把文艳文打造 啊 当时就是同城谬种 选学妖灭 就是同城就是同城派的语文 同城派的文体 同城派的文章 那时候是属于就从明星以来属于属于这种 就是 就是这种 就是大家就是标本性的文章 漂亮啊 同城派文章非常漂亮 完了呢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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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推选去文选 就是那个南北朝时候 那个南朝的招名文选 招名选的文章也带给公认是最好的文章 好的文章 好文章 那么 他们要否定文言文 否定这种白话文 否定这种就过去的文体 从文体开始进行革命 他的目的什么呢 就是要引进心血理 就是他们认为 你用文白用文言文翻译外国的小说可能还可以 但如果用文言文翻译外国的这种 这个讨论思想的 啊 就这种哲理性的这种著作 就不行了 所以必须有什么呢 必须用新的文体 就是新的白话文 中国有没有白话文 中国早就有白话文 此前就有 对不对 我们在他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看过《红楼梦》吗 对吧 看过《新古传》吗 看过《鲁林卖史》吗 这都是在之前 这都不是白话文吗 古代白话 跟这个白话文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看不懂吗 大家都看得懂 那就是古代的白话文 但是他们其他上的新白话文呢 跟这个古代白话文有点区别 有这种区别 就是 它是一种新文体的白话文 就是 它有变点符号的 有这种 按照 就是按照西方的这个 按照西方的这个文体 按照这个西方的这个文体的模式 来进行语文 这个架构的这样一个文体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白话文 我们今天学的白话文是什么呢 是有文法的 是由祖卫兵定谱状的 对不对 但古代文体是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的文体文文文文是有词性的 有形式动词名词 有同一词反一词 有这种说法的 但是古代没有这种说法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了呢 是因为五四以后 就是他们提上这种新的白话文 这个西方白话文是按照这样的 就是按照西语 就是按照英语的模式进行建构 进行建构出来的 就是你看着我们还是白话 还是中国还是中国语文 但这个语文的灵魂 它已经是英文的了 已经英文的了 就我们实际上是在 就是我们后来 它就问题没有进到文体改造 它就是方便去什么呢 方便跟西 这个西语 对接 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好方便的翻译 翻译什么呢 方便引进这种用西语写的这些哲理性著作 思想性著作 否则是不合适的 否则是不合适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文 文学作品实际上很简单 在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语法的结构很简单 对吧 文学作品无论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 语法这个都很简单 但是如果是哲理性的 就比较复杂 就比较复杂一些 它就有很多大的副词啊 大量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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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这种语法 这种就这种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很很那个很复杂的结构 我们的学语都知道 那么这个东西就只有是在这种 这种就是很那个有理论性的东西 它才有 有这方便 这样就可以接轨了 当然也 副作用是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我们现在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语文学不好 我们我们的语文实际上学的是 你貌似 貌似学的是一个中国语文 但实际上学的是一个 这个这个不中不息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 害得我们学生 就是语书香 语文大语文大师 语书香就感慨 说这个 就我们就我们的语文教育失败了 说这个这个 哪有一个一个国家的母语 耗时几万小时都学不好 一般的书写都出问题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有时候在摇摆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好的问题呢 它就实现是回归了 啊 我们摇摆 回到摇摆 完了我们的那个 我们那整个那个这个语文教育呢 就顶上顶上这个这个进行规范的 包括制定这种这个汉语规则的 这些网上他们又进行尽量的让你规范化 他们提出了好多好多的什么呢 好多好多的 就是比如说汉语 这个汉语这个汉语字典 就是我们那个商务初 他给你提到很多规范性的用法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汉语实际上从过去以来 很多时候大量的是所谓不规范的用法 啊 就是就是我们在规范性上是要超过 甚至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 这个五四的前辈 啊超过了五四前辈 甚至超过了英语 甚至甚至超过英语 英语好多不规范 不规范用法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我们这是不行的 因为你这个你即使写了 编辑也可以给改过来 你必须的是啊 就比如说 你可以说我们说防害 防害 就是民国的时候都会这么用 防害 但是现在编辑一定要把你给你改成防碍 防害不行 你防害是不行的 是错的 错为字 啊 就是但是这种规范性的呢 就这种规范 这种规范啊 就就他有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就是 就是他讲个过于强的规范了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的语文都是一样的了 我们不管谁写东西都一个味儿啊 千人一面 千人一面 老师也要这个这种规范的要求 所以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就是自己的这个就自己的母女士越写越不好 而且不好 但是这是副作用啊 当当时实际上对于引迹学历觉得是有功的 有功的啊 那么提上新思想的一个更一个的精神 他的精神层面的这种东西呢 就是自由 就五四四七呢 他五四五新华运动啊 不是想不讲五四运动 新华运动从1917年开始 他实际上是高举的自由打起 就所有跟随这个运动的人呢 他们青年轻人都是都是在呼唤自由 就那个时候呢 就是个性自由是一个个性解放 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最时髦的口号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看我们知道 就是大家对最喜欢看的这个文艺作品 这个就是那个一不生的 就是挪威多家一不生的这个这个玩偶之家 啊 就是有的是发现成挪拉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我是看过好多遍 挪拉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觉悟了 她觉得我我是我是我丈夫的玩偶 是家庭的玩偶 我冲破这个束缚 走出去了 就走了 不玩了 那么走出家庭冲破这种束缚 对于当时年轻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约束力 非常有不是有号召力的 有吸引力的 有吸引力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新思想 在引进学里的同时 同时是引进了就是自由 这个概念 而是呼唤在大家呼唤自由 有那个那个小说啊小说 你看这个 这个谁的 鲁迅的夸入日记 所以这过去的历史 这人以理自信 就是两个字吃人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儒家还听了 被他气死不渴 被他气死不渴 完了 胡适也写过一个独工话句 就是终身大事 他讲的就是很简单 说为什么就是同性不能结婚 同性就可以结婚的呀 鼓吹自由 只有联爱 那个时候 联爱自由 可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个这种口号 很多人冲破家庭的束缚 跑出来 对手自由 对手自由 当然只有鲁迅先生看得比较深 他写过一个伤识 伤识就说 一些男女冲出家庭来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跑出组成家庭来过日子了 然后就分手了 为什么呢 过不得他去日子了 他其实是更深的问题 但那个时候 大家主要还是出在一种 冲破家庭的这个阶段 好多好多人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性子都不要了 你说提倡无神无主义 性子都不要了 不要性子了 就是完了有的人 有的学生 这个信息给他爸爸 说以后我们就是哥们了 他爸我气死了 这个你不要笑啊 那时候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周恩来和邓颖超 他们组织觉悟社的时候 就是就是要把性子去掉了 所以每个人抓究 就是一号号三号四号 抓究 抓究 这个周恩来抓了个五号 所以他的笔名叫五号 这么来的 他就五号 这个邓颖超抓的是一号 邓颖超那是笔名叫一号 一号 就是号 就是不要姓氏了 什么什么姓周姓邓子 不要了 我们要就彻底的 彻底的这种自由 通过家庭 那么这点我们算是很清楚的 就是五四 就是这新华运动是这样的 新华运动是这样的 但到五四运动的时候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为什么呢 这帮学生上街 就限制别人自由了 不让人卖东西 你卖我给你抓起来 我就给你捆起来 这要自由吗 一个最求自由的人会这么干吗 可以这么干吗 这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你凭什么现在这自由 你经过法庭审判了吗 你是自罚者吗 你凭什么把人捆起来 惩罚人家 这 那个时候还不止这一东西 就是当时很多学生 上那个码头去 如果谁坐日本船 就在你背后画一 写个大字 写个奴 画个大圈 这是常见的事情 那么这样一种事情 实际上 我们讲说跟这个自由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 怎么可能前面 这个投身新化运动的 这些学生 到了政治运动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变成两回事了呢 这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做大陆上 大陆说这个说法 是这个 说两个 两个五四运动 大家还觉得很 很不同意 但是其实在台湾 他经过五四的那些人 他们早就提出来过了 这是两个运动 新化运动和和五四正律运动 是两回事 他其实不能都叫五四 因为前一个已经早就开始了 又一新年来 哪来的五四啊 也不是五月四 跟五月四 没有关系 他只是一个 就是他只有一个 一个运动 不是 他只有两个运动 头一个运动 跟第二个运动 是不一样的 而他们俩之间 关联性也不大 不是说学生学了这个心思 有心思想之后 他就会他会这样 那么 但是这两个 这两个运动后来 也有有一点 有一点融合 就什么呢 到了五 到了胜利运动的后期 新化运动也没有 没有完全消 没有完全被消灭 就新化运动还在走 但只是说 它走向有点变化了 那走向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新化运动 这个时候开始走向哪了 开始走向民间了 走向下场了 本来这个运动是很精英的 跟拉伯姓没什么关系 大家引入的学里都是很高深的 翻译的作品 其实拉伯姓也看不懂 看不懂 但是 到了后来 这事情发生变化了 就是 这个运动发后 这种新化运动还是还有 变成什么呢 别让我吓走 就是有一些 就用今天话 就有点民粹味道 对于这个教授们来说 他们开始提倡平民主义 开始喊 开始呼喊劳工神圣 劳工神圣 那么 很多人 你像多多人 刘半农 他们就开始去收集一个民歌民谣 所以那个时候 北大 北大国学门 这个北大国学门呢 搜集了很多很多那种民谣 很多民歌 我那会还有一些 看他们当时收集的民歌民谣 就什么样都有 好多好 还有好多特别黄 因为最底层的民歌和民谣 是特别黄的 就是 就是特特别儿童不义的那种 特别儿童不义的那种 但他们都收集了 收集了 完了呢 他们很多人 比如说 这个他们还是去去 去收集一些庙会的资料 庙会的资料 花会的资料 去去记录这些民间的这些活动 活动 那个时候 我们都看到留下了一些 这样的一些学书成果 他们都在转向民间 转向民间 还有笑话 说这个刘半农呢 就是喜欢这种 用各个方言的离语 骂人话 说我要搜集这个 完了就 完了一大堆人 他们就去向 那个语言学家 那个资源任 就是那个 后来清华四老师之一 资源任 就跑他们家去 用资源任 那个大家可能会几十种方言 他用几十种方言 把那个班农给骂了一顿 骂了一顿 骂他 那你不是要吗 你要搜集吗 搜集吗 就这种 这种话 这种事儿 就是他 但是这个笑话 你可以看出当时 他们对这种 是很执着的 还有就是学生就开始走到民间去 办平民 平民夜校 首先给工人办 这个 这个呢 然后逐渐的就才跟什么呢 就是跟传入的输入的马克思主义 结合起来了 以前 在新化运动中 甚至在五四 政治运动 这五一一九一九年 这个档口 实际上真的 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传来 说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 就跟我们传来了 马克思零零主义 实际上 这是不确切的 这是个 这是个泛泛而谈的说法 因为十月革命的时候 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 有个别人介绍 还有马克思 一声真个字 就是 只能是把这个名字 接下来了 一些自言片语 接下来了 当时就比如说 这个国民党人 朱世信 这个进步党人 这张启超 他们都介绍过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自言片语 但是 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 一九一九 一九一七年之前 对立顶主义 就是十月革命的立顶主义 一点都没有 十月革命的时候 中国 中国饲养界 一点反响都没有 唯一的反响是谁呢 是一些保皇派 就是王国为他们 王国为现在是 四大到四十一 地位很高 但他在政治上 是个保皇派 他对十月革命 是忧心充足 充满了担忧 他认为是红水猛兽 就只有他在 十月革命的时候 有一点反应 这个人很敏感 很敏感 后来自杀也是 其实也是因为 他就觉得 你打革命 就是这个 十月革命 就余序 所以中国就没好了 我还不找死算了 自杀了 这个 那个什么时候呢 就是政治运动之后 这五四政治运动之后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苏联 苏俄 苏俄政府呢 也从 也从这种困难 这种内战之中摆脱出来 他挺过来 本来呢 这个列宁 托洛斯基他们搞这个革命呢 并没想 他没 他没打算 他并不是想什么呢 他并不是说想 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 俄国 单独搞一个革命 单独搞建成社会主义 他当时 因为按照马克思维经典说法呢 革命只能在那种发达国家才能发生 就是乌兰基革命 社会主义在这种发达国家才能建成 因为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发达的生产力才可以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俄国最落后的 我平常在俄国 俄国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 不可能的 他们也没这么想过 他们本来想我们先发动 然后再推动反正向西吹 啊 推动什么波兰呢 再推动什么柏林呢 啊 往这一六七的就推过去 的确这个波兰也起 也发生起义了 柏林也发生起义了 都失败了 欧洲革命 没有向他们预想怎么发生 而且他们倒到了围剿 虽然没有被干 发生内在 虽然挺过来的 发现他们特别顾虑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 这个国家 是信奉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就他们 这个时候他需要找盟友 在欧洲早已经绝望了 没希望 于是就眼向东方 面向东方 东方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 就中国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 马克思主义已经很多了 何少壮他们已经 开始大量的引进马克思主义 列领 日本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已经很多了 但中国连一本都没有 一到1921年 建党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建党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证据 证明他们中间谁看过 陈旺道当时刚刚翻译出来的 国长学院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文章已经有了 他们也就看了介绍文章 就是 这个时候开始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 到陈旺秀在内 他们只是看到了介绍马克思主义 介绍力量主义的文章 他没有一个人看过原文的 就信了 你看这魅力还是挺大的 这个跟这个谁呢 跟这个什么呢 跟这个平民主义 跟这个民粹主义正好 就一派一合 往前推 所以这个时候的五四呢 就他的实际上的 就是他的这个新化运动呢 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内容 当然这个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刺激 还不是说苏俄把眼光放到了中国 其实还最大的刺激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正好巴黎合会之后 这个苏联两次对话 他宣布 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 放弃沙俄时代 从中国掠去的一切东西 包括领土 一切特权 这个简直是那就是 就是这个大汉天的一场甘霖 你想想看 在巴黎合会 巴黎合会刚刚受了欺负 人家青岛和这个交易线都不还我们 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个人说 冒出人说 我要请你带你 我要把你东西全都还给你 你想的沙俄的中国旅行东西 他都太多了 因为他占中国领域是最多的 最多的对吧 那不光是他不光是什么黑龙江以北 无数里江以东 这150万平方公里 而且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新疆 塔米尔高原 那个加起来也有六七十万平方公里 整个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都还了 是什么样的感觉 沙俄在庚子赔款上 那个凤额也很大 也大凤额 因为他出兵最多 这个八国联军中 他的兵 他沙俄兵是最多的 后来我们批判那个八国联军的时候 就往往放过了这个 这个俄国 就是很不像话的 因为俄国 八国联军中 俄国的俄国兵是最凶暴的 最残暴的 而且他出兵最多的 啊 占领北京之后 这个俄战区是 这个 这个就是最恶劣的 比方最恶劣 啊 那么他们份额很大 这个份额如果被取消的话 他要放弃的话 那那也是 好大一笔钱啊 还有钱呢 这中国多么大的好处啊 关键这个态度 太惊人了 跟巴黎和会上的态度 跟那些人他又简直是截然相反 所以很受 大家很受鼓努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乐意接受来自于输额的这些东西 啊 那么人们都往 人们都会开始的时候 都会往什么呢 往平民主义 往民粹主义 往无人物主义 发现理解 所以那个时代 实际上大家分不清 谁是无政府主义者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 啊 分不清的 啊 所以一句糊涂账 所以看不清的人都 人家外面的人都说 统称之为激进主义 所以你们都是激进主义 完了OK 不说你 也不跟你分了 我们也分不清 你们自己也分不清 啊 就一同而言之 就给你兜兜 一个你给你给你啊 个个归堆 完了啊 完了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 就是他实际上是造成了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这个 就是就一一一一一一少部分激进青年 接受 历人主义 啊 当一个思想基础 他为什么后来就是在这个 呃 就是 石中山接受了这个数额的这种啊 援助 呃 同意 这个跟数额合作以后 这个改主改主国民党后来能够很迅速的形成一个很大的势力 这个有机 这个跟那个是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政府的什么都没还 领土没有还 特权没有放弃 而连庚子赔款的凤额他也没有放弃 他就给你 他就 他唯一的变化的什么呢 就是他把那个驻中国的那个使馆升格为大使记 实际上大使记 以前所有都是公使记 我们看我们看历史资料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都是公使 这个俄国公使啊 这个英国公使啊 法国公使啊 日本公使都是公使 我们知道公使是比大使低一级的 到现在也是 这个大使玩意的有大使有公使啊 那么如果大使不在公使就就就就就那个就来代理代理这个这个广务 啊对于广务那那个那个我跟法国这个公使见面 法公说公使就一个少说 我是法国公法国使馆的二把手 二把手 他怕我都听不懂 二把手啊 升格了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已经热血沸腾的青年们 没在乎这个 就是谁也不去追究说他为什么没还领土啊 那么多领土呢 那可不是你 那可不是一公里两公里的问题啊 是几百公里平凡公里土地 怎么没还呢 一大笔钱呢 啊 这一大笔钱每年每年要就是每年要给他们将近上千万 就上千万两银子 那只能银元也是一千一千一千万 那个时候了不得一千万就很大笔钱了 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 那时候CPI非常低的 低力低到我们不可想象的地步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人上街买买买买东西是论论那个什么论子 就是就是一一元是这个一一百个桶子 就是你要花几个桶子 就去买一个烧饼 花一个桶子 就去买一个 买一个 买完豆浆 是这样买法的 是我们不是不是像我们 这些都原是 这个原是这个基本单位 我们现在可能是十元是基本单位了 那个他那时候 就是说一千万 你还了不得了 啊 还了不得 那么 你说没有 但是记忆青年没有一个追究的 就没有一个追究的 就是大家都忘了 说这个 说你乘坐哪去了呢 你的乘坐在哪呢 你光过我们 你忽悠我们 但是结果就实际上就就是这样 就是忽悠完了 就拉倒了 真的把你忽悠起来了 啊 中国真真的很快就从你看 就到了这个 呃 他实际上20年开始忽悠 20年开始忽悠 到了这个26年就开始大革命了 2227年 2228年 这个成功了 国民党统一中国了 啊 你这很了不得啊 你说这就愣 就是什么承诺都没给你 就是什么承诺都没兑现 但愣把你忽悠起来 你搞一场革命 啊 你可以看出这个东西说 说精神力量是很大的 啊 很大的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说说如果 就是你的大风口上 那猪能飞 就真是猪可以飞 真是猪可以飞 其实是可以出现的 啊 出现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两个五四 它是跟这个就是跟这个事有关 就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就管 那么那么这两个那为什么这两个五四 这两个五四会被会被混淆在一起 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说 呃 并不是后来后来我们的死业家去进行混淆 后来死业家当然是混淆 有意思的混淆 就是就是干脆融而统治就成为五四的新方运动 而把五四运动和新方运动 就就就就完全跟你搅在一起 完全放在一起 说 讨论 多少年讨论问题 就是说你去去回顾那个文献中诉 几乎都是这么提 比如就就就就几万篇文章 有有很多专注都这么提 没有没有没有无一例外 甚至一些海外的人 海外的人 他们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 是也不也没有分的太清楚 分的太清楚 他为什么这么回销 就是在之前就回销了 他回销了 就人们总绝的 人们总绝的这个 他们就是人们对这个后一个政治运动啊 他们的肯定面多 因为他是爱国 爱国 而且是一场新式的爱国运动 这爱国运动有些特点 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说你要你要你要如果说爱国的话 你可以说一个团运动也是爱国 反洋人嘛 也是爱国 但这个呢 他好像不是笼统排外 就是他他很有节制 即使是排外 对日本人也也不也不用用武力 就是当中想挨打的时候 之所以没被打死 就是因为一个日本人中央丑极 就这个我们日本质卫家中央造谜的儿子 他出来打了一下 他是个日本人 打他打坏了 就是不好 那就不打 就是对日本人也不打 也不打 但抵制货 不抵制美货 不抵制阴货 不抵制法货 而且 这个五四学生啊 在运动的时候 学生到上海去鼓动 上海上上上上人罢工 学生罢课 但是唯独 不鼓动 工人罢工 甚至技力都罢了 都罢嫖了 都都都都不干活了 上街游行了 但是工人不是 他们他们不让 他们劝工说你们别罢工 说你们的都是 你们的老板都是英美 英美资本家 法国资本家 他们说 他们是我的盟友 说你们不要罢工 你不要罢工 就伤害他们的利益 那工人 工人 后来工人都会 你凭什么 你们 你们罢 罢市罢客 你们不让我们罢工 我们罢 非罢不可 因为工人也不听 他们的工人 当时听帮会的 帮会很爱国 中国的帮会很爱国的 每次这个有事 他们都会从前面 所以他们很积极 他就罢工了 所以你看 他跟以前的不一样 他跟以前的一个是不一样 是一个新的 他一个是个新的运动 新的运动 就有一些新的气象 而且他又很爱国 很爱国 就是学生自己起来 要拯救国家于威王 而且各界都多动 虽然抵制日货这个事 抵制日货的事 说良心话 其实不是太明智的 因为我后来 经过我的研究 这个抵制日货期间的日货输入量 就是1919年到1920年 这个日货输入量 它不再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我是很奇怪 因为这是日本的档案上写的 他就那么写的 就是那个数字 就那样的数字 但是呢 中国的口岸的数字呢 它的确表明 它是有日货是少了 是少了 少了 数字少了 那我真的以为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是 是中国政府进口多了 因为中国政府当时 这个编链参战军 用的日本的贷款 用的贷款来买日本装备 日本的装备呢 就是指定 就是那个日本贷款的指定 就需要买 买日本的装备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枪炮 啊 军马 都要买日本的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钱要多 这钱比这个 你进口什么糖瓷盆啊 牙粉 那太多了 那一门大炮 那顶底多少啊 等多少 都能顶得牙粉呢 都都 几十万 都能顶得牙粉 都都顶了 所以他这个可能 就这个这个量上去了 那么当时底子日货 就当时而言 它跟现在不一样 就当时而言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日本货 就跟今天中国货一样 就便宜货 东原货 当年的日本货 就跟就是今天日本 就是 就是就是全世界的市场 就是日本货 就是今天中国货 就是一次那种低端的这种 什么日用品啊 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 什么衬衫乳灶啊 这些东西 你都是都是都是 都是他的 那时候是日本的 现在是中国的 一样的 马拉雅 那他关键是呢 他输入比如说欧美市场呢 他是有关税的 人家有关税比例的 但是中国呢 比如关税非常低 我们非常低 我们从那个 鸭文章以来 意思就是直白筹误 始终要要改 这关税计定 一直在改都改不了 因为我们没法制住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就是说 日本的走势货大量 就是日本 都跟我们太近了 大量走势 啊走势 所以呢 他在这样的走势货 以及低关税的情况下 他这个他种低廉的 这种低廉商品的 大量的倾销 使得中国的国货 就很难涨起来 就是你 你这个国家 你要想发展工业 首先的 就是你首先 生产的也是这些玩意儿 这都是没办法 就都都是这个 首先从低端产品来开始 开始生 我们现在后来 我们中国后来 学习也是这样的 我们从这种低廉商品 就用高劳劳劳力 高劳劳力 辅加值的这种 低端产品开始生产 对吧 那你不是你们 劳劳劳力比较贵吗 我们是便宜啊 对吧 我们就干了 那我们都跟日本撞了 那么日本大量倾销的时候 我们中国都国货是起不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抵制 如果是真的 这个真实城市 抵制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是日本日本货输入降低 就会给国货一息 喘息喘息之际 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这个手段 这种方式 还是不合理的 还是违背法律 这是这是个悖论 就是我在这个做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悖论 就是很慌 很苦恼 就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很难说 就像我昨天晚上看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东方快车的诺查案一样 那你就不 那死几个人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最狠 特别不道德 特别凶恶的 特别坏的 那个 杀害他们那个 亲人 那个什么主公的那个 那个人给杀了 他们是复仇 那么到底是谋杀者是正义呢 还是把他们惩罚了是正义呢 那破络就很难就很难说 就是我们做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两难之局 就像像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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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开火车 说就是就这边是一条人命 这边如果是掰出去 就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人命 但是你选择 你选择怎么选择 你是直接开过去 把那条人把那个人给压死 还是搬过来 搬过来就有可能是更多的人命 这时候你怎么选择 如果是你四十四级 你怎么选择 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经历史经常会碰到问题 就很难说 就是我们大家注意 就是说 就是历史是复杂的 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历史流行 人类社会的痕迹 人类社会的痕迹 我们人类社会是复杂的 很多人想把我们把我们整个社会变得变得很简单 你大家就很简单吧 你就听话就完了 对吧 你不用思想 也不用想法 也不用 也不用 没什么想法 你就老实听话就完了 很多人都都在想 把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 变成一个风潮社会 打就像那个蜜蜂一样生活 或者像蚂蚁一样社会 蚂蚁蚁社会 蚂蚁的风子非常听话 凭着本能在生活 凭着本能在工作 把人类想变成这样 但人毕竟是个临常 一个生物 进化最高端的一种生物 它很难变成这样的 所以它无论你怎么统治者想 怎么想把它变成很简单 实际上呢 都是挺复杂的 你每个人 他的内心实际都挺丰富 尤其是你多了点教育之后 你多了点经历之后 你就很丰富 你就是很多时候 这个善恶一念之间 一个人很难说是善还是恶 一个人的行为很难 说他是善还是恶 你简单的说 把人分成好人坏人 其实就是 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 很不负责任的 所以讨论历史也如此 他不负责任导致什么呢 彭文哲就导致这种 简单化处理问题 简单化处理问题呢 简单化处理历史问题 就会简单化处理现实问题 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思想 这也是 就是我们历史一定要 要把握住这个度 就一定要是什么的 去更复杂的去考虑问题 说两个五四 就是为什么两个五四 实际上是两个运动 而两个五四这么说法 就是要被他表明 我们要把它清晰一点 说的明确一点 实际上是两个运动 就是一个五四新华运动 是要被拆开的 就是一个新华运动 一个五四运动 这两个运动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运动 谁是好的 谁是坏的 都不好说 刚才我都讲过了 新华运动 其实它有很大的这种副作用 它引进学历 冲破旧伦理 实际上是 在当时来讲 并没有 就是它是 它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如果你要把 你要把你的旧伦理 把你的旧传统冲 冲得一钱不值 那这个本身也是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冲动过程中 你把你的语文 都搞得一塌糊涂了 搞得不中不息了 当然也是个问题 那当时来讲 你说呢 它如果不冲一下 中国它就是一潭死水啊 那么后来 后一个也是如此啊 对吧 后一个也是如此 就是这个运动 对吧 这个运动 你说它的到底是 它的确是个爱国运动 没错 参加者都是一腔爱国热血 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后来的中共领导人 从毛泽东到中文来 他们都是57年 是标准的57年 可以说他们一生中五岁 他对他们 对政治运动 对他们影响是最大的 最大的 毛泽东后来 自所以搞大跃进 就是很大程度上 失授了当年50世纪 他搞这种共同互助团 搞这种菜园子 就是搞这种菜园子 国安主义事业影响 他就不要把这东西再推下 再推下 对吧 很大 那么你想想看 这个运动 对吧 这个运动后来影响了很多 就一直到后来 对吧 就是大革命是直接 直接的直接 直接刺激的结果 一直到后来 中共 夺军元之后 这个五四的影响还在呢 那你想 这个我们怎么怎么可能简单的 用一种说好和坏 似和非 来判断这个运动 就是你想一想 就是大家要 就是别把太简单的看看问题 看人看事都如此 啊 这样这个平常心 那这个 当然某一室某一地 某一个场景下 肯定是有似非的 那么这个人出来以后 把东西偷了 偷东西的人肯定是错的 对吧 你杀人了 这肯定是错 肯定杀人强奸了 这都是都是错的 这没有什么说的 啊 不管他有什么 有点理由 可能都是都是都是错的 这个这个是非 大家还是有的啊 但是 你很很什么人会产生这些事情 会做的 除了精神病之外 剩下的很多 这种这种复杂的原因 我们是要认真去可去去考察的啊 好了 呃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两个五四的原因 接下来 大家听听听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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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我说五四当时的那个学生 他们从那个学校那么激进 然后后来到了社会上又变成一种打打抢的那种状态 你说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说是一旦一个纯真的一个思想热情 然后转化成政治运动之后 他会就就发生一些行为上的激变 对 打闸是有的 但是强没有 他们倒不强 他们倒是在这个道德上还是比较自律 就是没有为 不是说一个没有吧 很少有为自己牟利的 那么他们都是怀着一强的热血 一强道德义愤 一强爱国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是说 凡是这种时候呢 他都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人的伤害 因为这个爱国 对吧 你认为这样是爱国 但是别人可能不认为这样是爱国 觉得卖货呢 货主他 店主他不认为是爱国 就是说或者说你们都有 我们是前提说双方都有这种爱国的这种共识 那如果没有爱国公司怎么办呢 没有爱国 没有爱国公司 就是有些人不爱国 他不爱国是不是就不能生死了呢 不爱国不犯法也没事吗 我就可以 他可以选择不爱国 那么你不爱国 只要不去当汉奸 只要不去出卖 就是去脱缺情报 或者是出卖国家利益 这个可能也就犯法 那么可以 这件事情就说 他有一个问题 有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那么这里头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 以你的意志为意志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就打杂是随之而来的 我们认为爱国是正当的 爱国就是一个当然的事情 你不是说你不爱国 你不爱国就爱揍 理由就出来 当然那也是这样的 你不爱国 不爱国就爱揍 都是这么来的 那么在爱国和 这个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个人权利面前 到底哪更重一点的 这个问题可能 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没有想清楚 如果他想清楚 就肯定不会做这事了 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这个课上 有谈到这个民粹主义 但是我们之前所理解的 民粹主义 尤其是以南美洲为代表 这个民粹主义 他基本上是平民反对精英阶层 这样的 但是您在介绍的时候 就发现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 他这个民粹主义是由精英阶层 精英层面来开展的 尤其是以这种知识精英来代表的 这个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 他是这样的 就是民粹可能最早是这个沙俄时代 沙俄时代一些那个 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就是民意党人 他们这些人就是发起这场运动 就是他们认为民间 他们的口号是到民间去 他认为俄国民间 尤其农村 这个有这个最传统 最优秀的美德 去到民 他们那是最优秀的这个事项 思想宝库 所以他们的民粹主义最早发起那儿 那么其实即使在南美 他的民粹运动 也是有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 一个纯粹的农民或者工人 他不会有什么民粹主义的 他不会的 他都是被人家的 都是被人家的 他们都他们都是被民粹 但是可能一旦卷入去以后 他们就可能更民粹了 他们会觉得 我们我们才是最好的 他们说我们是最棒的 最棒的 那当然他他他又是这个其中的一员 就当时我是最棒的 但是他就被民粹之前 实际上他并不 他并不觉得这个 那个这个这个工人 我们说工人农民最棒 最伟大 最伟大的时候 其实工人农民都是 都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你们读书人最伟大 读书人就了不起 为什么呢 当时武士运动的时候 那些军警对学生很客气呢 说你们是读书人啊 我们是大兵啊 我们是老初啊 我们不认识你们 他又很有海班头 他有自卑感 很强烈自卑感 那后来把它推翻过来 说工农民才是最好的 学生是渣子 那个时候就可以随便 资本是渣子 那那那工人就可以 说到文革世纪 那个就是到工人和农 平安中农去管理 管管管大学 管啊 来管学校 那时候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都有平安中农 管委会来管国学校 那那农民大肆 大肆不是大肆不是一个跑学校来管了鬼学校怎么管 那他们有他们觉得我们我们最好吗 因为最好吗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不对了吗 我们讲不对了 当然我们不是我们不讲这个不对不对的对不对的问题啊 就是你那社会是这样的 你要付出很多辛苦 你才可能成为读书人 你才可能往上走 那么告诉你说顶上是垃圾底下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社会就正向的流动就就就就就到大过来了 大过来后果很严重的 好严重的 那么当这个名的当这个时候就说有人就会这样 因为他们看到什么呢 比如说民粹很烈很激烈的时候呢 就是主义 就是上层人士 有一些为父不仁的人 有些政客 有些资本家很为父不仁 有一些很很很坏 那么就会人就会有反弹 有种反弹 就是你们才是最你们底层是最垃圾的最肮脏的 什么的底下最好 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了啊 因为底层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不肮脏 因为他他他有的时候相对封闭 他没有接触过那些东西 那么一个农民在农村的时候 他可能很很老实 但一旦出来之后 一接触到碰到一些坏人一代 会被他非常坏 因为他是一张摆布 他没有立刻抵抗力 他变得非常坏 你说他原来那个好 是因为他无知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 他没有尝得过这些滋润 这不是真的好 不是真的好 所以我们历代都有这种歌颂 歌颂底层的这种 其实中国也有 就是中国的民粹 其实知识分子一直都有 你看郑满桥就说 这个独自人最差劲了 农民最好 三人也比工人也行 做工人也行 三人也比资本是好 资本就是个独自人 独自人啥也不是 他自己就是独自人 对不对 好多这种倾向很严重的 就是这种反过来的 因为他歌颂这种底层的这种道德 朴素道德 但他没想到过 朴素道德是靠不住的 他没经过 没经过考验 啊 啊 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您刚才在提到 在五四运动中 学生打杂之祸 是一种爱国的行为 当然这种爱国行为 是并不是理智的 然后在前几年呢 有一个钓鱼岛的事件 也有很多学生上街 游行 是游行 然后打杂之祸 这是否也是一种爱国的行为呢 然后还是一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这两件事件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当年915的时候 但是好像 底上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我来看来 他们跟那个五四上街 就是抵制之祸 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相同之处 但是他们更不文明 更不文明 那么这头可能参加的 个人的私愿更多一点 就是五四学生上街去抵制之祸 他没有多少个人的这种思念 就说我并不是去嫉妒那些开日本车的车主 他并不是嫉妒一些 他并不嫉妒店主 因为他们学生好多家庭出身 比店主还要优越 他并不是 但是我们后来这些 他就有好多人实际上是嫉妒 他嫉妒 当然这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你损坏别人财物 这个行为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无端的损坏别人财物 你烧人的店也好 你砸人的车也好 都是人都私人惨惨 私人惨惨不可 谁人不可侵犯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铁折 就是无论走到哪 你都要讲这个道理 就是你就是你是爱国的 你是正当的 但是你没有经过法律手续 你不多人产产 总管产产都是犯法 这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承认 他们这帮中间有人有爱国热情 尤其是后面 当然我必须的承认 必须的说这一点 就是他们的爱国热情 要比五四青年已经掺杂了太多的杂志了 杂志更多一点 有些人有些人完全就是别动心 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北厂的北厂的北厂 教法律的人都不懂这道吗 他不懂这道吗 他懂 但他们比较用心 他们是就是他杂志太多了 在五四的时候 真没有多少这么这么明显比较用心的人 用对付于的人 就他的道德热情是有问题的 也会导致打人 导致杂东西 烧房子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理想中呢 杂志要少 后来这些人杂志就太多了 那么同样的他们都违反了 都是扰乱社会秩序 就侵犯了人身自由 人身和财产自由 这点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肯定 你如果说是一个社会 一个政府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自学 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刚刚讲到 在外交失败之后 有一个就是必然性说 中国因为它是一个弱国 那么它是必然会存在外交失败的 那么我就想问您就是说 是不是像类似于五四运动这样的政治运动 在当时的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 它也是有一个必然性的 就是说中国人民当它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 他们意识到了国家闭关祖国 或者说是国力弱的时候 是不可能再像之前像天朝上国那样去享乐 或者说是悠闲的存在在 作为一个世界强国 悠闲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那么通过一些外部的刺激 即使这次没有外交失败 那么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民众意识的觉醒 来自发的组织这样的政治运动 去推动中国历史进行一个 或者说是马克思的主义运动 或者说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 这个我一般不太喜欢用必然性这个词 因为有人嘲笑说你搞历史的人就是这样的 事情发生之后呢 你就说这是必然的 那个那你虽然你要如果必然的话 你之前你为什么不能给他说出来呢 为什么不能预料出来 如果是必然的话 你应该能预料到 能预料到才是必然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说 你要不吃饭 你要饿死的 那你不吃饭 你七天四看你肯定要饿死的 那我那我现在跟你说出来 那是必然的 那如果这个四千五十一顿发生是必然的 那那你在之前你告诉我 那之前没人告诉我 我们历史家没有人告诉我 没人说说会发生什么 后面发生什么 然后发生完之后 发生是必然的 这个不像话 这个不应该这么说 我尽量不这么说必然的 但是就说这个事啊 就是这个事呢 就发生是有 我们就能说发生是有道理的 就是弱国无外交是有道理的 但弱国无外交也不是说 你根本外交努力都白费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不是像这个时候 双方 你跟一个强国正好杠上的时候 那你肯定没有 你肯定是杠不过人家 这个没办法 就十里拜半 就两个人拜半 那一个大力士 你一个小女孩 你上去 你怎么拜 你肯定的输 在这个时候你肯定的输 但如果你不是拜半 是别的场合 可能还是可以挣回潜意 因为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在这个美国的帮助下 就是这个 这个后来这个二十三年 这个巴黎 就是那个黄上川国益 我们我们又把这扳回来了 就是日本人把这个 其他还给我们了 就是美国人还是做了 还是主持了一些公道 因为他为了逊局的 开始亏欠你们的 亏欠你们的 主持了一些公道 真的让日本人脱出来 因为美国是有这个实力 因为一战以后 美国是最强大的 有的实力让日本妥协 因为你这个 世皇之间的贸易 皇上之间那种需要 日本更需要美国 不是美国需要日本 和我们现在一样 是我们需要美国 不是美国需要我们 所以你就妥协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 当然学生的抗争 也是也必然的 你说我们有好多人说 我们以前是个强国 说这个这个清朝的时候啊 中期以前是个强国 实际什么GDP第一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 都都是有点意淫 为什么呢 第一个那时候没有 没有人统计 没有论这玩意儿 没有GDP这种此数 这个 而且中国跟那个世界 关系发生不大 就一口通商 就一点小小个小个贸易 那么你跟世界关系不大 你跟世界怎么比去 你必须发生关联 就是在我们在一个 一共同体内 我们比一个同伴同学啊 谁学习好 谁学不好 你们一般的 你们在一个体系之内可以比 你不是一个体系 你比什么劲呢 那么那时候天朝善国 天朝善国是关系没来 做天朝善国啊 我关系没来做 关系没来做 那老百姓其实没感觉 没感觉 老百姓没有天朝善国感觉 谁有感觉呢 就那些staff有点感觉 那也是也是也是盲目的 盲目自打的感觉 那么当年英国马格尔尼死团 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要求要求的通商什么的 就是他们都不答应 但是走的时候会从运河走的 就承穿中国走走回去的 那一路来看着那个 就是护送他们的那些 那些人 那些官兵 那一死老百姓 简直就就就就跟就跟 就跟奴隶一样 那我一个奴隶一样 随便抓来就让人拉船 拉船不给工钱 就就不给饭吃 就就赶跑 就特别不像话 就这个哪有这样道理 就是哪有这样 说这样子这样的国家能强盛吗 说你你一个老一个国家老百姓在给外国使劫 也行拉船的时候 跟外国使劫拉船的时候 你跟奴隶一样 你哪有地位啊 你这个国民国民如此 就根本不是一个根本不是一个大国的国民 根本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感觉 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说康乾盛世 他那是皇帝的盛世 他不是百姓的盛世 百姓过得并不好 所以我一个朋友张宏杰写了一个乾隆盛世 他写了一个叫什么 写了一个叫什么 就是饥饿的盛世 题目就叫饥饿的盛世 所以这个事你想看 你说这如果是个饥饿的盛世的话 那么国民这个国家 如果国民他不是一个大国之民的话 这国家的所谓的盛世 或者还是强盛 实际是谈不上的 谈不上的 张老师 咱们场外的有学生提问 北京科技大学的中华同学问 说这个五四运动是不是割断了 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和传统中国的这样的 在文化传统上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您认为是不是他把这个 尤其是政治文化上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完全切断了 是后来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政治文化跟以前 跟我们这个五四运动之前的这个文化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您怎么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现在的流行说法 我第一我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需要改造的 需要洋气的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这个传统文化还能够卷盘进行上来 这是不对的 就必须经过大力度的改造 所以五四五四的这种做法是有有他的道理的 和他的合理性 合理性的 那么我也不认为就是他他这么做 就真能够把这个就中国社会跟传统的这个纽带隔绝开 于是先生说 他说在抗战时期到了这个五五四和什么叫做都故乡 他发现那个里头那边他的故乡照样用用用文言文 就是胡适和新房一动胡适和神童秀两个是提倡白八文最利的两个两个大这个棋手 他的他的家乡照样在用文言文 那新青年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就是销行一万车 一万车都是成一个系数可能是也就十万人看过了 十万人的就就就就就论知识分子的中国车都有多少呢 是车多少呢 没没没还没 就是说他后来是说20年以后教育部明令规定中小学课本要采用白话文 这个是是大的 就是后来那就是这个中学课本中那个白话文的分量要大 啊 而且白话文是个新式白话文 他就确有点割割裂的意思 就是新式白话文是对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语言语文是一种割裂 但这种割裂呃 如果没有政治力就是比如说没有教育部的去干预 以及后来 历层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个国党政府的一切一系列的做法 包括我们开展一场运动批批林批孔批路平马啊 那么可能呃 甚至说土改就把那乡村全部干掉 那那可能这个传统还真的还不至于被割裂 所以把一切呃这个问题都规矩为五四其实是不合理的 张老师那个北京科技大学的思想男同学问您说 说为什么当时的这个青年大学生青年学生对国家大事呢 就这么的关心 而且能群起抗争 而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呢 那他感觉是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呢 明显很少 甚至是根本不谈 您认为是教育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可能现在的教育就是说他比较的 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 他基本上他在额头上就写了两个字听话 那么既然听话的话呢可能就不太有些事 这个就不能不能好说话了 不太参与了 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物资主义很流行 物资主义非常流行以后呢 实际上人们对这些其他事情就不太关心 就是不不太不仅不关心社会 不关心国家 可能连这家庭都不太关心 这个这个年轻人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他不太负责任 就是他担子都搁在别人身上了 都搁在父母身上了 那么以前呢 我们都政府都很担忧一个事 就是说这个每年大学生毕业以后 没法这么多人不能就业 基本上人不能就业怎么办 觉得这事更大麻烦 但是坏了发现没有麻烦 为什么呢 这些都砍到老去了 他不在乎 不就业就不就业 无所谓 所以他实际上不负责任 我曾经问过我们学校学生 大三了 我说你们对就业有什么打算 他说这个是他们都回答说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你的就业不是你也考虑的问题 那么谁考虑呢 是电话考虑的 就是他实际上但是说 他的责任 他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 他的责任是被人比别人担居了 那么他的作为一个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他已经他就他在在欠缺 那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他可能什么时候那个觉悟呢 他爹妈死了以后吧 还有一个学生 王玉瑞北京科学大学 他问他说 为什么中国近代的连来 这关税一直都很低 他除了受到列强的控制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导致中国的关税就是比较低 不是一直都很低 他就是那个 这个鸭片状 他是规定了那个直白抽五的 这个税率是非常低的 当时 为什么签约这么低的关税呢 他是因为 他是之前其实也挺高的 没这么低 就之前那个这异口贸易的时候 这个新政府跟那个西方贸易的关税也不低 他后来为什么这么低了呢 是因为当时那个谈判的时候 英国方面就提出这个方案 这方案都是英国提出来的 中国方 中国人就没有提方案 而且也不去跟人家讨价还价 因为他们当时在南京谈判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个想法 就赶紧 赶紧 你签了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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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 他就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 他们来打 他们来打 就来开你的国门嘛 让你开门 但是我们的对外面门外的世界 完全不了解 就这些关税体系 就关税主权 这个司法主权 就主权概念 实际上我们都含糊 因为这个概念都是什么呢 都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就是欧洲这个体系 欧洲这个体系 欧洲体系 他派生出来这些概念 那个不单的理论 不单的理论 我们拿什么时候 中国人知道这些东西 他不他不懂这个 所以就定了这么一个 很低的东西 而且还是 还是非常荒唐的是 还规定了 说以后再提关税 要跟他们商量 实际上这关税 是自己的主权 你要提就是你的事 因为你提多高都行 你提太高 反正你的东西进不来 你的贸易就中断了 对不对 大家不会提的太高 这个是你的主权的范围之内 你规定要跟别人商量 等于说你不主权 给让出去了 所以就很低 就自败抽五 到这个官制度 后来到了国民党同时期 才改过来 才改过来 才把它定为一个协商 就是定为 把它提高 大幅度提高 提高的百分之二十几 三十几 才会提高 才会提高 提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税率上去了 就是财算勉强收回了 关税主权 关税主权 如果不收回的话 当然就是低的 再问一个问题吧 这个 那个张老师 那个 北京科学大学的张晴同学 问您说是 五四一种期间 您刚才讲了 这个亲日派 亲美派 亲英 就是这些派的这样的一个 他 他为什么是亲日 但是他不卖国 或者说说是他不当汉奸的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一直都是有 就是有些人亲 亲谁 亲日亲美 他都亲 他亲 但是呢 他可能不会做 就是我对你表示友好 但是如果你侵略我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就是当年五四三个麦国人 都是如此 他们三个后来 这个日本侵华之后 他们都留在轮险区了 都请他们出来出山当汉奸 他们都不敢 都拒绝了 就说 他们不跟亲爱者合作 我亲 他是对这个 他对日本 就是他对日本有这种感情 其实当时周术人也是 他对日本人很有感情 但是他们娶了日本太太 很有感情 但是呢 这是亲日 他对日本人的感情 日本的感情 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感情 要比对别的国家感情要深一点 但是这感情呢 超不过对他自己国家的感情 他们承认他们自己亲日 但是他在这个 就是一旦日本侵略了 我们是不会合作的 这是他们的基本态度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亲日 你跟日本是友好 但是你不会说当这个国家 损害你国家意义的时候 你当然你也不会同意 这个我觉得做到这点就可以了 那其实亲美也是这个问题 只是说美国反正在历史上 也没怎么侵略过中国 他就唯一的就是一次参加八国联军 那个八国联军 那个他还是比较温和的 加上那个那次也是 那个责任 那是在一个团 清政府和一个团 这个责任是他们 所以你亲美派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矛盾 就是你不会面临他 他打到你的国土上来说 你怎么办 但是亲日派有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